文殊薄若荆养 念业佛功德了 无量无便 业余无量祝福无二 理念阿弥陀佛 与中国佛门 农历年一般道场都拜万福餐 做这个法会 万福餐大概至少都要十天到半个月 这个法会才能做圆满 就拜万福了 那我们想想 是拜万福好 还是专拜阿弥陀佛好 我相信诸位心里就很清楚 拜万福好像给一万多尊佛了 极乐远了 你的心念是散乱的 如果这半个月呢 一千拜三千拜阿弥陀佛 你的心是专专业的 不是散乱 而是一心不乱 这个功德就不可思议了 一般人 一天三千拜他很辛苦 如果果然能够坚持 他拜个三天五天就会很轻松 这两种 发挥的方法 都是非常殊胜 功德不相同 那是福德呢 福德也不相同 功德福德都在存心 你心地要清净专一 功德大 福德也大 心地要散乱 只有福德没有功德 而且福德也不如一心 拜阿弥陀佛的功德大 这个道理我们不能不懂